大家好 大家好 新年快樂 自我介紹一下 葛造 阿美族的名字 這個 葛造是一個好名字 看起來聽起來好像 蟑螂跳蟲 可是在阿美族的語意裡面 名字非常好 就是有遠見有眼光 動見觀瞻 那這個怎麼來的 這是一個從它的自根 就是 過去阿美族的社會就是這樣 部落為主體 一個部落就像一個國家 為什麼 有自己的領土 有自己的人民 有自己的社會制度 這個社會制度算是 我覺得非常好 都比什麼共產黨什麼 民族都還好 在我認為 因為 那 而且它的自由度 也不輸現在 不是現在 所以 就是因為這樣的環境 所以 部落跟部落之間 會有 以河流為介 只要超越了部落的那個 殘忠領域 部落這邊會有部隊 去把你驅趕出去 就這樣說 所以那個葛造的由來就是 因為部落要設置那個瞭望台 那個叫 比葛造的 所以 只要有 這個 不明的 非 部落的人 進入 進入到這個 不屬部落的人 那個 的時候 你 就會 這個 遼望者就必須要 趕快 警戒 叫我們的這些 執行者 來趕快去執行 法造的意思是這樣 那這個漢信 為什麼沒有框個小小的 因為這個是 背給我們 我的阿嬤他們 蔣介石來 我們蔣介石以前我們沒有什麼漢信 連日本信也沒有 那個時代 然後蔣介石來的時候 他就要求 一個政策就是 去日本化 去本土化 然後 在台灣 執行中國化的這種政策 那阿嬤 我的阿嬤他們就到了 副政事務所 你叫什麼名字阿嬤聽不懂嗎 這講什麼 聽不懂 就怎麼辦 就 最好的方法就是 這個桌台旁邊放一個紙箱 紙箱裡面放一個傘子 紙箱裡面刻著百家姓 我的阿嬤就 甩到層 這就是我們漢系的由來 結果 結果他的哥哥 甩到張 他的親大姐 甩到層 所以 三個兄弟姊妹 不同的姓 這個叫做什麼 百七八糟 然後 人家說中國人的這種習慣就是 同性不能有婚姻 我們是不同性也不能有婚姻 因為我們有十一種性不能有婚姻 我年輕的時候就喜歡一個女生 就把他帶到家裡跟你媽媽見面的時候 媽媽告訴我說你住哪裡阿 他說問一個女生說你住哪裡阿 住哪裡阿 好像是我媽媽的故鄉 一問之下是我的表妹 我姓陳 他姓王 我怎麼知道 對 是一種姓 是我父親那邊大概有五種 我母親那邊有六種 我都可以背得出來 姓陳的 姓王的 姓張的 姓神的 姓文的也不行 然後 然後媽媽那邊姓朱的 姓白的 姓文的 姓王的 姓邱的 都不行 不會是那種姓 所以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亂人 這個就是亂人 這個 好 這是我的故鄉 這個地方叫做 比西里岸 三仙人是後來的 這個 有些人被洗腦之後 以為自己是漢人 就以為說 來到這個東部 因為東部有五萬五千年的遺址 表示說 這個 台灣的 原住民 很有可能是 中國人的祖先 日本人的祖先 很多國家的祖先 已經確定的是 紐西蘭這一些毛利人 相信其內亞 菲律賓很多的祖先 都是來自於台灣 沖繩 這個 這個 夏威夷已經 自己他們跑 自己來這邊認清了 紐西蘭的那些人 他們學者就跑到台灣 到了那個 光復的這個泰巴郎那邊 剛剛那個左林屋一看 他就掉眼淚 怎麼跟我們家的一樣 後來去研究 後來發現 原來有在一千多年以前 就有一支這個阿美族的後裔 沿著這種 那個 就是他們自己做一些 對 他們就有個南 從南下 走巴塞一下 往 再往南半島去 有的是往北邊 所以兩邊這樣子 都會 然後他們來這邊 任主歸族 他說 他掉眼淚說 哇這個原來祖先 確實是 因為他的老人家 有交代他們說 我們的祖先是從那邊來的 然後他們從來沒有見過 那個泰巴郎的那個祖先 一看一模一樣 我想這個不能用巧合來去定義 這個是確實 這個是人家學者的一個發現 好 為什麼這個叫比西里安 比西里安 這個很簡單 原住民阿美族 不是阿美族 因為當然 台灣有泰國園 有什麼台灣族 有高山上的民族 我們阿美族是半山腰的民族 那平埔就是半山腰以下平一平的 叫拼母子 所以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把我們列為高山主 我也該怪不得 因為我們明明就是接近平地 當然是在半山腰也是 也是最半山腰的這個民族 那過去要到比西里安 這個島上有羊 在這個地方 山羊 不是眷羊的 不是那種人家的羊皮群 這個羊是那來的 從山上這樣到來 為什麼不用眷羊 很簡單 山上的羊就夠多了 還有羊他嗎 不需要 那自然就好 我們就是狩獵就好 這羊就 為什麼卡派進去 現在用拱橋 進入到這個島上 很多遊客都不清楚這個由來 東莞促陽 一些中華民國的人 不敢講我們這個事實 他們避免去講這個事實 為什麼 知道了之後 就很難看很丟臉 就知道那個詐騙的行為 就被呈現出來 這個島 在退潮的時候 它是陸聯島 漲潮的時候 它就變成離島 所以它那個動物 一些野獸 就會透過退潮的時候進入 結果一漲潮的時候 他們這樣回不去了 他們可能不會有用 結果怎麼辦就留在島上 留在島上有食物吃 沒關係 就很多羊就留在那個地方 有一天 主人跑去這個潮間帶 五角潮間帶 是我們的母親 是我們的冰箱 由眼棚至眼方來 等我20分鐘 我去冰箱拿新鮮的食物 就來到這個潮間帶 20分鐘後 又是窮人的食物上岸 你們知道什麼是窮人的食物嗎 小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 小學 經過那個 外申不是很會做煎包 很香 就經過那邊 經過那邊的時候 就是很想 因為小孩子都喜歡吃 老人家的食物 都喜歡吃那種 漢堡 那種 然後 經過那邊 又不好意思又沒錢 然後就直接 過到學校 到了學校的時候 同學就很 很納悶 為什麼我們每次都要躲躲藏 躲躲藏 來吃我們的食物 我們的便當 就有一天 同學的那種好奇心 終於他受不了了 就偷偷的打開我的便當 你看 龍蝦 鮑魚 超高的這個 後來說 哎呀 真的是窮人的時候 就甩開了 結果有一天 因為阿美洲人不知道 怎麼樣跟 不同的人 遺物遺物 結果 那個就 就有人就想到 就 什麼樣 就跟那個 外申那個包子變好 想說 老闆 我龍蝦換你包子好不好 結果有一天 我去跟他們換的時候 那個包子變的老闆就 哭著跟我們家說 不要再送來了 你看我後面好幾箱 所以那個 真的事實上 那邊的環境自然 如果保持原狀的話 真的 哪需要什麼 我們自己過日子 也不需要 什麼中央政府 不需要 我們自己就可以管理好 我們自己 非常漂亮 這 東海岸被列為全世界 十大的 漂亮的環境 如果有 有效的 還好的把它 不是開發 就是 去規劃 有限度的開發 低密度的這種建設 然後只要把它 交通建設 把它做起來 把地景弄起來 我覺得 這樣就已經夠吸引了 為什麼 有一天 那個時候路客 還有很多的時候 那就是中國 阿六仔 我們都講阿六仔 他們來到什麼 有一天他們來到 這個比西里安分心台 當地人好奇阿 中國大山 大河 大湖 來這邊看 這種小公園 我們覺得很好奇 他就問了那些 那些 中國來的這些人 老鄉阿 你們 中國那麼多 有桂林山水 有什麼 一堆漂亮的地方 有夠大的湖 有夠大的湖 但我們還要來台灣 來東海岸 他們怎麼說 你們知道嗎 進黨會到 他們說 因為我們要來看 祖國唯一 緊臨太平洋的領土 我們聽到就傻眼了 他說 後來他這樣 倒是提醒我們 這個就是一個第一島鏈 那個杜勒斯第一島鏈 建構的最大的原因 也就是說 中國怎麼領海 就是沒有領到太平洋 中國所有的領土 就是沒有領到太平洋 所以他隔著台灣的海峽 就隔著台 就第一島鏈 從日本一直到南海 這樣過去 所以這些很有趣的故事 後來原來他們 也有他的目的在 我想一定不外乎有政治目的 其實東海岸 為什麼值得開發 其實我們可以學學祖國 日本 日本種樹就可以賺錢 對不對 櫻花種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會開花 結果開花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是多了就很漂亮 做大便是美嘛 所以整條街都是花好漂亮 就會吸引人 只要能夠吸引人 錢就進來了 不需要靠那個 國庵國語的那個 口號 或出去人進來 我跟你講 人進來 車也進 車進來 人就跟著進來 對不對 污染 污染就進來了 對 講到重點 污染就進來 所以 如果 這個是可以有效的處理 因為現在主要 為什麼台灣人要拒絕中國 其實不是那個原因 因為錢都他們在賺 一條龍 所以沒有意義 這種的人進來沒有意義 是賺來賺去 是中國人在賺錢 跟高雄人 高雄人後悔是遲早的事情 反正 這是個遊戲規則 也是在美國的統一下 這樣子玩的 那事實上 這也是挑戰 我們也是台灣民主黨的挑戰 我們要想盡辦法去抽區 很困難 我們沒有話語權 電視媒體 全部都是他們的 有一個很像我們的媒體 但是 百分之九十九一樣 也只要百分之一不一樣 結論呢 就是不一樣 所以因為那個百分之一 就是怎麼樣 注明自己 所以他們可以跟我們講的 一模一樣 解釋台灣關係法一樣 解釋究竟上和平條 也一樣 然後呢 最後他把你引導到什麼 注明自己就是搞台股 這個就是我們跟他們的差別 但是 如果以戰略來講的話 有時候還是需要 因為他們掌握了話語權 至少你目前他們控制 報名內的這些議論 還是他們還可以 在這個媒體上面播放 那我們一直被打壓 打壓到現在 最近有比較進步 會利用媒體來去做那種 教務結論 那個解答的這種方式 也不錯 非常好 好 長兵文化 過去叫八仙鬥 為什麼 剛剛我講過 三仙台為什麼 後來變成三仙台 為什麼把皮膚裡拿掉了 那原理也在這裡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五萬年的人 祖先五萬年前就到了 那 這個 這個部分 怎麼樣 這個漢人 我們一來 他們所謂的漢人 我覺得漢人有時候 這個很難去定 因為漢人目前 他是一個 一個未知的 沒有答案的 那個 那個定義 就是大家很習慣 就變成這個 就那個 就 約定俗成 那 這個三仙台 也好 比西里亞的長兵文化也好 結果漢人 來了 一看 哇你們有五萬年 不行我們一定要 比人來還久的是什麼 神仙嘛 對不對 神仙拍進來 喔 我們神仙比你們的祖先 還來得更差 因為他們沒有想到說 這個 這個神仙是怎麼來的 是杜撰所來的 是神話故事 我們這個是真的 是真的 是事實存在的 他們是 杜撰 他是一個虚擬的 也就是製造了一個 虚擬的 祖先 我們叫虚擬的祖先 喔 這個我們的祖先比你更遠 三仙台的故事就是這樣的 他說 李栋斌跟 和仙姑 李鐵拐 經過了那個海域 結果 他們的那個 金斗雲 可能沒有有了 就沒有這樣 所以呢 就沒有再往北了 真的是 才二十幾公里 竟然神仙也到不了他的家 那麼說他們的家 是在八仙洞 八仙洞 是這樣 所以製造了一個假的神仙故事 然後 就變成那種 地方 可是 這樣的一個假的東西 蓋住了什麼 真實的 嚴重的文化在裡面 就是高砂洲的文化在裡面 阿美的文化在裡面 所以我們講長濱文化 長濱文化 算是 他們在千百個不情願的情況下 才把那個長濱文化 把它勉強的弄出來 所以事實上這種東西一直存在 一直到 這個 這個 佔領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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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業 我們講 這個在台灣佔領的事業 有一天會結束 因為 就像他是租借一樣 時間到了就要結束 有一天他們早下回去 所以佔領法在 在美國的FM27的地方 很明確的 已經告訴美國的這個 行政的 或者是軍方 說 佔領他是暫時性的 有一天他會結束 這是 這個目前國際法是這樣子定義的 列強都是這樣講的 所以 中華美國在台灣代理佔領 終將結束 只是那個時間點 他們可以故意 拉到最後一個點 所以 我一直強調 天皇講70年 美國也強調70年 70年是一個 完全的數字 這個完全的意思 在聖經的裡面 上帝要人 70年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節點 也就是說 你 你強佔別人的土地 或者是佔領別人的土地 這個時間算完全 即便你們之間也許紛爭 不管你們欠多少錢 怎麼弄 也就是說 二戰 每日的這個戰爭的這個樹葉 要在其實這個節點做結束 做結束 來 有沒有 沖繩日本的祖先來自台灣 這是日本的學者自己講的 自己發現 他們自己研究出來了 在韓國洋建 所以這個 這位 竟然是我的好朋友 我想說你怎麼會做這個煮法 沒辦法 為了生跑生火 他叫我來做我就做好了 是這樣 所以他用這個馬 擋起來 他們去做驗證 確實 也成功了 也成功了 那這個人歸毛 這個大型的 可以橫渡黑潮到了 那個銀納波島 後來他們說 我們用小燒一點 六人艇 他們又再做一次 也再做一次 然後又要再驗證 是不是都可以 如果說小的坪也可以進去 也就是說很多 海岸線的這些 原來的這些 原住民 可能都已經 不知道漂到哪裡去了 人家北漂 北漂算什麼 我們是漂到南 南對平亞 南半球 南半球 然後這位是楊川國 楊川國有什麼特殊 九一二一 阿美族 駕幹阿美族 對 這些人 那目前 海他的這個 九一二一 還是人類的障礙 沒有人可以 打破紀錄 2015年 一個 人叫做 那個 美國的選手 一頓 九零四五 還是障礙 那表示說 在十項全能的 這個項目裡面 經過了幾十年 快六十年 還是沒有人 打破這個障礙 那 為什麼 因為阿美族人 體面有一種 血液 那種密天堡血液 這個是林瑪麗醫師 他們的團隊研究出來的 目前沒有 比林瑪麗醫師這個團隊 有更有權威性的那個 我們就沿用他們 目前最具權威的 他們發現阿美族的血液裡面 因為為什麼 全世界沒有這種血液很少 所以他們找不到研究 所以最後還是要回到 林瑪麗醫師這個團隊的研究 為一歸 為什麼 只有台灣有比較大規模的 全世界都非常少 所以那些醫生如果要去研究 明天堡血液 要到台灣 要到林瑪麗醫師那個團隊那邊去研究 因為這邊有東西 有我們的血液可以做樣本 來讓他們去做研究 那這個血液有什麼特別 我常常講就是 上天給台灣的一個禮物 台灣的一個好好的善用 就是剛才在這種 不是真心來台灣經營的這個外來政權 並沒有強調這個 也沒有強調這個 為什麼你們太強的話 你們反而會影響我們的營收 你們聽懂嗎 代理佔領就是 考慮到都是營收 又不然 又不然台灣被佔領的目的是什麼 日本人沒有辦法 日本的國軍沒錢可以 還這個盟軍一些的戰爭賠償 你知道拿什麼 拿土地上面的利益給怎麼樣 給你嗎 時間到了再還我就好 把土地方給我就好 可以是這樣 那這名天保血型 它的特性就是 在人體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如果能夠迅速排出二氧化碳 對運動的強度是絕對有幫助 果然在這個運動整個項目裡面 像田徑這種比較激烈短距的 籃球 海球一些比較瞬間爆發裡 在阿美族還是最強 好 重點在這裡 阿美族陽性比率高達95% 這個是在十幾年前的研究 竟然還有95% 表示這個95% 並不在很遠的時間 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95%代表什麼意義 也就是說它的血液的純度 小時候我的父母親他們跟我講說 你不要嫁娶不農族 不要嫁娶百萬族 他跟我講說你們不要嫁 我們的血液會亂掉這樣 可是這樣的一個 這個教育不知道他們怎麼來的 可是在以色列人也是這樣 不要嫁娶外方 怎麼樣 要不然你的純度會不純正這樣 偏偏阿美族有95% 也就是說它的純度很高 很高 也就是它的混血的機率相對減少 雖然有產生那個 那個嫁娶 就跟外族的嫁娶 但是比例非常的少 那種 人家講說你會不會近親繁殖 當然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的媽媽說你要娶老婆 你要到很遠 你要過兩個坡我才可以 才可以 這樣的話那個 才不自由那種近親繁殖的問題 可是阿美族在那邊選舉的時候 或者是婚喪的時候 很明顯會出現這個問題 因為什麼 你那個 因為我們婚喪其實 都要做那個親繁殖 就要去做那個 怕說你們會近親繁殖 就開始做介紹 你是這是大哥 這是二哥 這個是三妹 大姐 然後他的小孩哪些哪些 所以在不在別的地方看到 千萬不要愛上他 你到時候會麻煩 OK 台灣人根本不是中國人 從阿美族的這種 已經是很確定的 高山族大概基本上 絕對 不是從 中國來的 有一個民族叫做哥馬來 哥馬來 很有可能 跟 那個什麼 那個中國那個 什麼族 歹族還什麼族 他們有共同的祖先 這是林玛利醫師講的 他說 中國很過分 他 賺自己很有錢 就去 威逼利用那些 那些 那些研究單位 說你們說這個台灣的那個 那個這個族是從中國來的 後來被林玛利醫師打臉 他說不是 已經要要求中國的學者更改 這裡很重要這個概念 已經要求中國的學者更改 是中國的學者不願意更改 也就是說這個名字 他就是錯的 但是他不願意改 那我要強調這什麼 騙的啦 所以他們這個就是詐騙集團 這個詐騙習慣 所以他們是沒有錯 他們是同學員 但是是什麼 不是台灣的哥馬男主 不是從中國來的 而是他們有共同的祖先 也就是說可能從印尼 非洲上來到印尼 從印尼那邊上開來 一個往中南半島 一個往那個 菲律賓南海這個地方上來 不同的 這是叫分裂出來的 所以相同的學員 不代表是一定是 那有什麼意義嗎 這個意義不到 我覺得至少說台灣的原住民 我們絕對不是從中國來的 其實最遺憾的是平谷主 因為幾百年一個 這樣子統化之後 自己是誰統化 這個平谷主 可能這個要再加油 因為我們現在一直在抵抗 中國的侵略 其實中國的侵略 不是只有在土地 在資源 其實他在文化上 也在侵略我們 你看像台灣族的情形 就很嚴重 當時國慶的帶著 帶著這個流氓的旗子在那邊 那個游街 我說這些人怎麼那麼愚蠢 怎麼一點價值都沒有 很悲哀 好 明滿清 戰績到台灣的那個 村落成本番社 番社在那個時代 番就是外國人 他們沒有所謂的外國人這個名字 所以用番來判定 這個邏輯是通的 因為沒有所謂的外國人 以前那個中國都是天下 天下也就是全世界 其實不是 只要是我們以外的叫做番 所以他們叫做 有荷蘭番 紅毛番 這個荷蘭人稱為番社 他們荷蘭人也認為我們也是外國人 不管是荷蘭人也好 中國人也好 都把台灣人當作外國人來看待 四百年前的平地 住在平地的台灣人 一般稱為平寶族 住在山上的當然就是高沙族 荷蘭人從台南安平上 按台灣社平寶族去圓 赤坎社平寶族 所以事實上這個是在 赤坎社也好 台灣社也好 他是在大圓灣旁邊 周邊的部落 那他們剛好那個地方是天然的 趕快進來很方便 然後日本 荷蘭人 兩千個兵二 一下子有組織的部隊 來到這個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那些當地的平寶族人 沒有辦法去抵抗 因為平寶族的兵 沒有辦法 不是那種制式的那種軍隊 他不像他們那個是特製式的這些 所以有組織的 所以很容易就公布進來了 那就在那個地方 蓋了兩座城 叫做浦蘭人這城跟熱蘭這城 因為他們是天主教徒 所以他就把他們的宗教信仰帶進來 就在那個地方 兩座城都有蓋了兩個教堂 因為天主教有一個習慣 會把瑪利亞的聖像 把他建造在那個教堂的門口旁邊 以示尊重以示的敬重 那沒有多久 正成功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 看到這個瑪利亞聖母 那中國的聖母 本來是從瑪利亞變成中國聖母 變成媽祖 就直接換來比較快 就一樣 教堂被廟 聖母被媽祖 有沒有 約五六萬人漢化 成為第一批假漢人 也就是說台灣人的漢人不是真的漢人 是被漢人的 就這樣留情一個被 中國人最喜歡被 比如說那個 什麼海航的董事長跳樓 那是被跳樓的 一定是被跳樓的 所以他們從以前就開始被 很喜歡給人前面加一個被 有沒有 台灣人是被漢人的 台灣人本身不是漢人 是被漢化成漢人 有沒有 五萬人 五六萬人 漢化成為第一批假 五六萬人 比正成功的人還多 正成功來兩三萬 好不好 對不起三萬 好不好 台灣人的五叔比他們還多 結果他們有組織 他們 就是 夠狠 不像我們太 這個原住民 台灣的原住民 不管是逼捕族 還是高燒族 都很單純 很和善 很和平 就以為說 講一下大家就信了 信了之後就把你 整個把你滅掉 有沒有 台灣 台灣的至少人數 有六七十萬 那時候就很多 其實一個三萬人 的軍隊 六七十萬人 沒有辦法去抵擋 其實不是不能抵擋 是因為太善 太廣 沒有辦法 而且在那個時候 沒有一個所謂的 有效的 怎麼樣 政體 把它掌握起來 成為一個國家 在世界那時候 在那個時代 整個歐洲國家 開始 它是立國了 它是建國 可是我們 沒有那種 接受那個文明 所以不知道要建國 如果早知道 我的祖先出去 早點去荷蘭留學 然後去學會了之後 回到這個故鄉 就在那個時代 就建國了 可惜來不及了 但日本立國先來了 有沒有 自稱漢人的台灣人 鄭成功的時代 就已經改漢姓成為唐三子民 那我們也改漢姓了 我們是不是 高砂族也變成唐三子民 然後 原來改 剛剛唐三子民 原來是要改漢姓就好了 高砂族變唐三子民 改漢姓 滿清入台後 一怕漢人作亂 把他們全部倒回中 這是歷史 為什麼 當斯蘭把這個正式王朝打敗之後 康熙不會笨到說繼續留在那裡 不會 全部全擺 也就是那三萬人 幾乎都已經被 三萬人還不止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北伯罵 有沒有 平伯罵 也一病戴草 為什麼 你不能不准有什麼 抵抗的後衣 也就是說 只要反清的後衣 全部都要把它全擺 所以台灣的漢人比較蠢 那都是北伯罵 留下來的他們都是平伯罵 所以為什麼 你跟中華民國現在最怕怎麼樣 宴邪 最怕宴邪 因為一宴 如果是按照那種 那種他們的比例來切換送的話 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 百分之八十 所以他們 那純的中國血統大概 也很少在混血 有少部分的 也是偷偷的有 我們那邊很多那種鄉下的那些老外有沒有 講即使這樣不能 娶當弟弟 也不能有二代 因為這樣是違反國際法人 結果他們做 結果這樣那個二代 就真的很麻煩 所以變成以後這也是 台灣政府要面對的難題 這個問題就是那種 不小心就被騷了 就有二代很麻煩 這個事情照理講是 我們應該要跟中華民國求償 這些人你們來 我們來管你們 你們出錢我幫你們 幫你們 這個可以了 反正他們很有錢 他們 世界上有名的經濟體 有沒有 他們講說 中華民國是什麼 這個美國 第十一大經濟體 表示說 你有錢賠我們台灣人 對不對 所以不要客氣 可以的話 盡量請美國人幫忙一下 要不要來 還想對台灣的 一切一法辦理 一法辦理 有沒有 這邊 趕回中國啦 有沒有 1688年 記載以前台灣人口甚為凡聖漢人 臨兵有數萬人 致力清理後居民 也遠遠訪回全州 張州下等地 現僅有數有非常少 而且這些少有的漢人 有些是那個 那個人 就沒有後衣就死去死掉 所以他的成分是很少的 有沒有 這裡有講到重點 有沒有 唐春還有不知多少藩 後來也變成漢人 怪不得到現在 還有很多台灣人 說祖先隨成這麼多的胎臺 人家都走掉了 還有鄭成功的後衣 哇 那這個歷史 是不是 就 那這段 這段 就奇怪了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 要解析 不要再繼續被那個 什麼 唐三分唐三嗎 不是被遣返了嗎 還在唐三分唐三嗎 所以這句話 是怎麼樣 根本就是一種假的 假的那種 有沒有 很多台灣的漢人 就叫什麼 化身方為手方 化手方為漢人 簡單的說 台灣的漢人是從哪裡來 怎麼變來的 是從身方變來的 對不對 所以你罵翻 有什麼意思 你罵人家華那裡 有什麼意思 因為你也是華那來的 對不對 你在罵誰 罵來罵起來 是罵到自己 好 OK 好 有沒有 到了滿清更積極 化身方為手方 化手 這是最好的政策 為什麼 總不能把中國人 讓到台灣 集結一個龐大的軍隊 他再打回去 不可能 所以滿清為什麼 有禁海令 200多年的禁海令 就是不要讓中國的人 進入到台灣 就是因為 怕台灣變成怎麼樣 反清覆明的基地 結果 鄭成功的後遺 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我的祖先 曾經做過這個事情 我再一次 帶大家來到台灣 怎麼樣 把公打 對 所以這樣的事情 最重要會怎麼樣 會失敗 一定會失敗 因為鄭成功失敗了 沒有道理 蔣介石可以成功 因為為什麼 蔣介石成功 那就是怎麼樣 佔領了我們的土地 人為生翻母骨 人其手翻 見乎屠 生翻殺了漢 有時候翻翻被台灣 為父母者 律其後 這個就是 你母族的悲歌 做父母的考慮到後面 因為很多故事 很多設計 是這樣發生的 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牛 就被這些漢人搶走了之後 報官 然後報官說 你不是漢人 所以我不要給你辦 我們只保護漢人 所以大家怎麼樣 就當漢人好了 因為可以被官府 怎麼樣 保護 這是一個不得已的 一個 一個社會 那個現象 好 這一位 沒有人不認識 雖然說他已經漏血了 但是 但是怎麼樣 漏血百分的高升 林家當年 是市長 是市長 他們在台中發現了一個 4800年的遺址 初步安的遺址 他很高興 他就說 這次考古發現非常珍貴 代表台中的歷史 不是漢人哪一台 開墾的300多年 歐 怪了 一朝為成 就要效忠一天 只要 所以 他自己內心在掙扎 我們不是漢人 為什麼 我們一直要推漢 那個漢人的那個 其實漢文化不是不好 但是你 你在這裡 到底有沒有漢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還是現在 我們還在 還在找答案 漢人到底是 怎麼定義出來的 日本那裡有漢人嗎 日本有漢文化 有漢學 就是沒有漢人 所以問題在哪裡 漢人是不是 就有點像中國人一樣的意思 在 清朝以前有中國人這個字嗎 沒有 在春秋 戰國的時候 有漢草的草代嗎 沒有 是在秦始皇 被留包滅掉之後 才有漢 對不對 那留包是漢人嗎 這個又是 所以漢人怎麼來的 我想它是一個區域 這個區域 可能最多 這個某個區域 有相同的 也有相同文化 有相同的學理的 一群人 就叫做 學漢人 漢學的 就叫做漢人 大概是這樣 比較 比較 寡面的解釋 好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在這裡 有沒有 代表是 一句二十多歲 媽媽的生亡 一句未滿周歲的陰寒 好 這個 這個是母子 然後呢 關鍵的重點在這裡 連同其他群藏 共有四十八句排列 藏五七的人 好了 我死掉了 我要跟我的祖先排隊 是這樣嗎 人死了會自己排隊嗎 不會啦 那誰幫他排隊 後面 這個就是 拼捕祖的一個習慣 對祖先祖靈 非常 因為阿美祖就有祖靈的那種概念 主靈就是我們沒有偶像物 就是我們知道祂在 我們 我看不到祂 我們不到祂 但是我知道祂存在 祂像什麼呢 就像風一樣 風來了 你看得到嗎 你看不到 對不對 可是你感受得到嗎 感受得到 好舒服 對不對 一樣 媽媽的愛你是一樣的 媽媽的愛不是只有在口中講 我愛你我愛你 那沒有用 可是你可以感受到 媽媽的愛的存在 是在那裡 所以一樣 主靈的概念也是一樣 它是一種 摸不到看不到 但是我們相信它存在 所以 在基督教的概念裡面 它是用相信 來定義這個愛這件事情 一樣 靈界的東西也是一樣 主靈 我相信主靈在 好 才會有這樣的排練整齊人骨的 這樣的一個習慣出來 文化出來 所以可見它不是少數 四十八劑很多了 可能太滿了 它是不是要再找另外一個地方 就不能那個地方 整個變成是 那個大型的了 絕對是 這個一定是很貴 很尊貴的 它才會炸在那個地方 像我們的祖坑也是一樣 那個什麼 你的血緣沒有純正到 可以擺在那邊 你是擺不進去 像是這樣 所以如果說你不孝順 被趕出去的也擺不進去 所以那樣的一個習俗 我們阿美就是有這樣的習俗 你擺不進去 你自己找別的地方 或者是 你因為太多了 不能再放進去了 所以把你 你們再去找另外一個新的 這樣子 有沒有 4800年 有沒有 這已經是被 經過碳十四檢測 這個已經是被確定了 好 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進入到台灣了 然後台灣就是有 北西部的平埔族 跟東部的高沙族 兩個人 這個是 不是我們定義的 是日本 最早是日本人定義的 住在平地的叫平埔族 住在高山的叫做高沙族 好 這是1684年 就這樣而已 有沒有 侏羅縣啊 什麼什麼鳳山縣 有沒有 台灣縣 有沒有 台灣府城 1874年 兩百年後 將近兩百年後 也只不過西半部 所以從恆春 這一帶 東京都不是 好 有沒有 這個四日等人化的 1915年化的 他們還是重新界定 高沙族的領域 這個紅線股動 就是高沙族 以西是平衡 所以高沙族在條約裡面 並不在 並不是在 大清帝國可割讓的範圍 所以這個東半部 是誰政府的 是日本政府 並不是 馬清可以 大清帝國可以割讓出去的 好 來 馬關條約 台灣 就是從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以前 都是部落生活 那個沒有什麼歷史可言 都是部落生活 就是一樣 幾千百年來都這樣 馬關條約 這個我們 剛過了 再看一下 這個是原文的部分 重點 重點是這個 誰 誰在跟誰簽約 這個我們要確定 要界定的資格 誰跟誰 大清帝國大皇帝 跟誰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所以這個 這個約定是皇帝對皇帝 不是對 不是對政府對政府 好 這裡 永遠讓日本 什麼東西永遠讓日本 台灣全島跟澎湖 這個部分稍微提醒大家 澎湖跟台灣是兩座不同的島 所以澎湖不是台灣的附屬道理 這邊有答案 好 好 我們看 看會到這裡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日本取得了台灣 這一塊土地 那日本來進來之後發現 不對啊 這個土地裡面有一半 不是可以被清國割出來的土地 怎麼辦呢 他們進來了之後 就開始 怎麼樣 這個土地拿到手了怎麼辦呢 總之放著荒煙慢燒 也不是辦法 把這個土地好好利用一下 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 台灣主權征服期 這個征服期可以面臨到什麼問題 面臨了很多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一直在學界都沒有 這個就是大清帝國可以割讓的到 這一半 這一半不是後來才復起來的 這個是法國人幫大清帝國 好 有沒有 這個是日本人 好 我要承諾的就是這個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不同於大清帝國的台灣 大清帝國的台灣 僅台灣西部六的統統區 不及於台灣東方部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完成了台灣東方部高沙主所有的領域 統一台灣全島 完成台灣全島治理主權 所以台灣完完全全 你就是日本帝國的人 為什麼 這一塊 這一塊是 但是大清帝國不要了 他說不要送給你了 我不要了 我日本依法取得到這個土地 只國際公認了 那這一塊怎麼辦 他們後來發現 都有 這個東方部 不是那個 有沒有 這個是1874年 清帝國的邊界 有沒有 然後呢 發現不對 後來發現 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 他說 這些高沙主的人 為什麼都不願意接受日本帝國 又抵抗 就發生了抵抗的事件 很多 那這個時候呢 那個日本 就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就想說 那美國是如何 征服印第安地區的 因為印第安地區是 印第安地區是 美國人的助理 怎麼辦 由美國提供經驗 就討論開會 就在1906年開會 開會的時候開開開開 結果 討論三藩的法律地位 結論在這裡 三藩向來大清帝國化外之民 所以 原住民不是帝國的成民 在那個時候 跟大清帝國関連內 所以被稱為藩 原因在這邊的話 因為你們 你們不是我本國成民 所以你們是外國人 好 一級高浪條約 承去大清帝國主權 給日本不應是 升班為成民 也就是以前 作為帝國成民的 這個大清帝國成民的 這些人 不 啊 這個高浪子不是 所以他就不 不繼承這個部分 日本帝國 以升班之間 國際國法上的關係 你我之間 沒有成與民的關係 成民的關係 在只有國際法上 所以我們是 國跟國的關係 那個時候是國跟國 可是我們不成 我們不被承認怎麼辦呢 對不對 最後他們的結論來 翻帝與主論 如果在那個時候 我們的祖先 能夠趕快 平和起來 然後來成帝 跟國際接受 我們成為一個國家 這個時候有機會 但是 帝國來了之後 他們的強大 我們沒有辦法 給他們去開會 說翻帝無主論 也就是我們並不被承認 被國際承認 高三種不被國際承認 所以他不是國家 也不是合法的政權 身份不去國際法人格 身份不去國際法人格 是法律機位 所以怎麼辦呢 美國人說 要過來美國就用征服呢 有沒有 既然這樣的話 高三種自日本帝國 取得台灣以來 未成無仇過 不斷對主權 叛逆狀態 國家對此叛逆狀態的身份 要擁有討伐權 就是征服 簡單來講就是征服 所以就發生一些抗議事件 抗議事件 有沒有 要打高三種不容易 每個人都有時間 你怎麼打 對不對 你要進去那個區域 你運氣好 有前師啊 運氣不好 那個人頭落地 是這樣 有沒有 這個實際世紀開始以來 台灣的槍支 歷經兩百年後 已經許多研究你的身份兩半 有沒有 對他們而言 沒收戀槍的政策 不僅使他們士氣謀生工具 也在線造成很 什麼 信心上造成很大的力量 我們沒有那個武器 我沒有辦法力 所以 日本人想要把 政府 收服高砂組的槍都 你們的槍全部我們沒收 就打起來了 就打起來 可以這個樣子 我們就打起來了 就 這個 密政府 最後有 達到最後 一百五十一次 他們的行動 尤其在 1930年爆發的 戶死人事件 最後一場 其實 這個是 這個 陳管道事件也是 死了不少日本人 三百多個人 這個事件 這個我調查了 所以我很清楚 這個是 這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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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陳管事件不太一樣 最後是歸順 三條路 這個 離開這個地方 第二個 戰道一兵一組 第三個 投降 就這樣 投降就變成成為成名 就和解歸順了 好啦 當成名 所以 這一段的結論是什麼 這一段 這一句話 到底告訴我的什麼 我們先 不要說整個西部 至少這個東方部的唯一祖國 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我們沒有任何祖國 就唯一一個祖國 就是這個而已 那根據條約 當然整個台灣 整個台灣 也就是高山祖 第一格有 有 有 有國家的概念 就是大日本帝國 跟大清帝國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他 給大家知道這個 清楚知道這件 這個 這個 概念 好 我們再看下去 有沒有 重劃後的 1920年重劃後的 台灣行政區 現在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沿用了 沿用了 沿用了那個 那個行政區 台北州 新竹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花東 還沒有 花東是兩個team 好 1903年 1923年的時候 這個 這一位是日本天皇 招國天皇 有一天他來到 台灣 因為他爸爸大政天皇 身體不好 因此他就 受命 來設政 設政跟輔政不一樣 設政就是 整個政治權力都在我身上 輔政就是輔助而已 好 他是設政主 幾乎他已經接替了 天皇所有的 那個 事物了 那 那個時候 就有阿美族的五道 歡迎 天皇 說 哎 歡迎天皇 結果主持的這個將軍說 這是台灣的蠻祖啦 你知道天皇聽到 非常的不高興 就 反問了這個將軍說 怎麼可以稱呼 正的國民為蠻祖呢 這段話很讚 很棒很爽 正的國民 有沒有 第二 第一次被 高山主被 日本天皇 成為自己的 臣民 然後 反過來問了這個將軍說 你 沒有比他們高 你也是我的臣民 他們也是我的臣民 所以你們一粒比一等 這個對照馬英九就是他很多 馬英九那時候風災的時候 就去那個 他就到了那個地方去 馬總統你錯了 就馬總統不願意認錯 馬英小馬英九不願意認錯 我不去這台灣 我也把你們當人看 有沒有 什麼時代還有這種心態嗎 我說這中國人就是 就好像有些 有些一些學者 這樣子對待中國人 其實他很看不起中國 這個民主 他說 其實中國民主 什麼華 什麼中華民主 其實還比 日本畢國統治後50年的 高山主還低 那時候台灣人 是多麼接受文明 結果來 就是打倒殺了殺 其實中國沒有停止過那種殺了 中國那個土地 基本上就是殺了戰場 殺了一堆 就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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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 所以有一些調查報告就出來了 全世界最會殺人的是那個史達里 再來就是王總統 殺了四千多萬 中國人 然後再來就是蔣介石 plants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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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s 欺克人 ép streamlined 欺克人 反而是比較好好 日治時期 日子兒童出動教育 從最早的1904年3.08到最後的 其實到了1945年83世紀 所以那個時候難怪老人家都會講日本話 你要變成日本臣民 你就必須怎麼樣 語言要通 事實上 其實有時候語言它也不能代表一個種族 譬如說講英文的人一定是英國人 所以不是 講台越南一定是浩洛蘭的 講英文的一定是英國人 你跟美國人講說美國人你們講英文 所以你們是英國人 美國人巴過去 什麼英國人 我懂美國人 所以語言不能認定人 你是什麼民族 他只是一種溝通的怎麼樣 一個方式 一個工具 對 好 這位是誰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了 好 我先買個關子 這位是誰 天王 現任的天王 他說有一天我老了 不是他老了 一般日本的天王剩下半道死掉才會換位子 你現在申請這位是絕對有 絕天大的事情才會做這個事情 所以你看我們注意看 這位天王現在是第125代 有沒有 從明治天王到那個 君上天王 122代 123代 124代 125代 所以 這個代數告訴我們什麼 日本天王 事實存在 事實存在 也就是說天堂的帝國是存在的 天王在帝國就在 真是日本為了天王還修憲 承認當日本帝國 承認當日本帝國的存在 好 1912過世之後繼承 1926過世之後繼承 1989過世之後繼承 好已經確認 所以 重點就在這裡 他為何要生前退位 所以我先回到這個 這個就是神武天王 日本的第一代皇帝 來了天王 這個天王 早在2公元前 660年前 也就是比秦始皇更早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 祈福這種事件 秦始皇當皇帝之後 哇 他想要一直當皇帝 所以他就命他的大者說 你們有沒有人可以找到 長生不老樣 祈福就跑出來說 我有 我同時 宏蘭星島那裡 我去摘 結果呢 秦始皇說 好吧快去 結果他去那邊 我們需要很多的女卑 所以 就把他帶到日本 從此成了日本人的祖先 哇 這個小時候 那個中國老師叫我 原來我們被騙了 根本就是一種 虛擬的事 就是那個事件 好 我們回到這個重點 重點 金上天皇 2016年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 突然間 無意緊的就開記者會 天皇開記者會 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絕對是大事才會開記者會 有沒有 他就說 戰後七十週年 一大集一點 已經過去 這是天皇說的 各位 有沒有 天皇明顯 將這一年為止 視為節點 名人天皇 在2016年8月提到 戰後七十週年 一大節點 已經過去 他現在怎麼看這個概念 來 我講 我畫了一個圖 讓大家知道 起點 從哪裡開始 日本先不停戰協定 天皇與台灣成名的關係 產生了移動 1945年9月2日 日本天皇離土台灣 由美國總統命令講屆時 軍事戰略開始 就是9月2日 那個時候 10月2日 10月25 投降一次 對 那個時候 台灣的管轄前 從安藤立籍的什麼 總督的什麼 管轄前轉移到 蔣介石成以內 所以 這個時候 原本天皇的權力 產生了 實質上的改變 雖然說 條約還沒簽 可是 已經被什麼 外國的 佔領者 已經進行的管轄了 進行管轄了 好 天皇講到節點 節點這裡有一道 什麼叫節點 節點 是藝術中 一個重要的要素 就像一列火車 到站的時候 停了 停了 還要再到下一站 停了 那就是一個節點 一個站 就是一個節點 大致上 分三個節點 第一個節點 叫做起點 第二個 第二個 節點叫做 終點 第二個節點叫做 轉換點 第三個節點叫做 終點 終點 所以天皇已經說了 視為節點 也就是說 從天皇 到了這個節點 現在這個節點 就是這個 現在日本人 跟我講這個 一樣 日本天皇宣佈 第一個節點 開始 現在又是日本天皇 要宣佈第二個節點 啟動 有沒有 節點的第二個 這個發生在2015年 9月2日12號 70年 有沒有 所以滿了 天皇就稱 節點 這個意思 有沒有 2015年9月2日 70年滿了 節點要產生變化了 要開始 那個這一段 70年的時間 我們走完了 到了下一 已經到了這個節點 到這個站 日本啟動修憲 全力的移動改變現狀 也就是說 從蔣介石的管轄 這邊將要面臨怎麼樣 結束 有沒有 天皇已經 那天皇可以隨便講嗎 不會 一定要美國的同意 才可以改變 對不對 所以日本是不是啟動修憲 2011年 開始修憲 所以他們知道 要啟動這個修憲 花一段時間 所以日本很快的 在短短的時間內 通過了 從中醫院到參醫院 就通過了 非常快 然後呢 第一次通過的就是 要解決生前退會的問題 生前退會的問題 怎麼樣呢 他們開會 他們開會 有沒有 這裡很重要的會 有沒有 在東應奧運前 2019年結束平成時代 在象徵新時代的開始 有沒有 這裡有提到 兩院議長 首下最高法院的院長 三權之長 及皇組成員 組成的皇室會議後座 終決定後 將為政令 這一段 我們一定要清楚 在日本這個事情 是非常大的事情 動用到什麼 三權之長 這代表民間 忍政總權力 再加上皇組成員 所 什麼 所組成的皇室會議 成為日本的政令 這個很重要 好 再看一看 好 當這個改變現狀 最重點是什麼 就是台灣電力正常化 法理至上 近代加益 依據國際萬福法和平條約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一個 一個 節點 節點上 我們看回到這裡 有沒有 天皇明顯將這一年為止 再為 視為節點 明人天皇在 2016年8月提到 戰後70周年 一大節點 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 這是天皇講 這個很重要 我們講沒有用 主權者講才第一 好 這個時候 這一位他的兒子 他就回 回復了媒體 回復了他的成名 說我準備好當天皇 日本皇太子德仁 親王宣誓繼任的決心 說我ok了 我沒問題 好 有沒有 所以呢 他在講的時候 這代表什麼 象徵新時代的開始 這是新時代的開始指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 新時代的開始 好 好 日本就宣布 正式宣布 日本名人天皇 2019年4月30日退位 皇太子德仁 隔日5月1日即位 這是日本政府 已經宣布的事實 而且他們有很多法令要配合修 也都修了 那天修了10天吧 10天還是11天 好 名人天皇 很多動作 天皇一直有 一直有動作 不是沒有動作 好 名人天皇首次將造訪淫納國島 日美天皇掛念台灣 能看上一眼 能看上一眼 也開心 來 各位 掛念 用在什麼人身上 才適合 還有 兒子 自己的小孩 別人的妻子都不可以掛念 亂七八糟 不是怪怪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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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天皇用掛念是什麼意思 掛念他的臣民 一定是他的臣民 要不然 我掛念中國人 蠻怪的 我掛念美國人也蠻怪的 一定是臣民 跟你非常有關係 我有這一段有沒有 他說共同社表示 台灣是天皇掛念的地方 天皇還在講 還蠻像說 同學會上不斷的詢問 不知道台灣人怎麼看我們 為什麼 其實我每次講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就心裡有感 為什麼 當時的台灣軍都是日本黃軍 結果那次明明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東南半島管理的 一直到現金內洋 整個日軍管制得非常好 那天皇 一宣布 不要再拿回來 結束了 戰爭結束不要再打了 就把所有的那些 佔領者 全部把它撤回來 那這些台灣軍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要把我們弄回來 好好的為什麼要把我們弄回來 結果一回來的時候 整個事情都變了 所以他們就一直哭著 一直哭著 那個紀錄片 你們可以去看 他說天皇為什麼不要 他說天皇為什麼不要 這一段大家應該有感覺 為什麼 我們的關係 因為戰爭的緣故 怎麼樣 Fish 我跟你的關係 被切斷 懸置 也沒有切斷是懸置 就是戰 但是我不能 我不能再叫你 天皇 我不能 那個關係 就是條約裡面有講 你不能再邀請台灣人 講說 這個是我的祖國 放棄的概念是在這裡 這個權利 我有一塊土地 對不對 土地上面 我那時候那個土地 我一年只賺一萬塊 一百萬 結果我就請了 所以有人要跟我租 說要跟你租 我一年給你一千萬 我說好 他不錯 結果那個人很會賺錢 他一年賺了五億 哇 我就回頭講說 我租金給的太少了 我就回頭 我可不可以在這個租約期間 跟他要求說 欸 你賺那麼多 我抽個成嗎 這樣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嗎 答應了 就不能發揮 哪怕你自己租他一萬塊 你答應了 人家賺錢了 你也不能要求人家說 我要還地 我都不可以 不行 絕對不行 除非那個人怎麼樣 說我同意 所以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七十年的節點 沒有美國的同意 天王可以講了嗎 不能講 為什麼一直強調 美國算是基督教的一個國權 應該是 應該都保守派的 基督教把七十定為完全之一 也就是說所有的恩怨 就在那個時候就怕 要不然你那個不會餵 就像那個中東那個一樣 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結果一直打 是會這樣子 所以乾脆就用這種方式 做一個結束 美國人同意了天王才可以宣布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也就是說我未來我可以主張台灣 所以接下來 本來不能做的事情 做了 台灣加油 你這樣講 事實上是違反 人家有那個違背 究極三條約的協議 你放棄了 你憑什麼還講台灣 因為裡面有一個什麼 Claim有沒有 或是Title 有沒有 Title 你不能講 主張說那個土地 台灣是我們的 不能都不能講 你們需要什麼 你們只要做台灣加油 他已經很客氣地講台灣加油 有一天他會怎麼樣 承認台灣 接下來我們就是他這一步 如果你們有注意看 委內瑞拉的事情 兩個總統的事件有沒有 美國支持的是 承認的是 反對派的那個總統 一樣 我們就是等這個承認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再不願意怎麼樣 怎麼樣 美國隨時可以不要承認他 我不承認你 你好好的給我 怎麼樣 好好的給我 怎麼樣 那個收尾 不要給我落趟 一樣 所以其實他們 其中蔡英文根本 因為蔡英文代表的是中華民國 他根本無心要 要那個 所以說 你想我怎麼想 如果以選舉的角度來看 這個不像選舉 所以顯然蔡英文根本沒有想要再選 就算有也是意思意思 他也知道 接下來是怎麼樣 俄皇帝 就算你有2020 你選上了 也是美國的俄皇帝 你知道什麼叫俄皇帝嗎 俄皇帝在什麼時代出現 那個慈禧太后的時候出現 那個唐朝明皇的時候出現 俄皇帝 也就是俄皇帝有沒有權利 命而已 然後民而已 權利都在哪裡 上面 所以 其實我們 美國應該會考慮這個方向 就是說 如果你說一敲一刀切 會發生類似228的那個狀況 類似 當然不會那麼嚴重 因為亂已經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 原本享受這些事件 突然間沒有辦法享受 他就這樣 我給你拼了 有沒有 你阻斷了我的財務 我給你拼了 因為他知道鬼氣 也沒有 感覺在這裡跟你耗 一定是這樣 所以 基本上 無縫接軌 這個是一個最高的一個指導原則 但是很難 但是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把它做到 為什麼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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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接軌 應該是 無縫接軌的概念 應該是說 馬照 五照片 然後 有一些權利 慢慢慢慢怎麼樣 去適應 也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一個 給他們一個 老百姓 台灣的老百姓 一個適應 溫水煮青花 就是一個最好的 一個接軌的方式 慢慢慢慢 對 中華民國慢慢會不見 媒體慢慢慢慢 一個一家一家的話 因為我們開始有審查 媒體的權利的時候 就慢慢去習慣 只要打到一個問題 馬上就把它 對不對 用這種方式 那個 台灣島就不會有那種 那個可激 有那個機會 有些人想要 希望台灣亂 亂了之後 讓你們接 接一個爛攤子 給你們 對不對 我們不要這樣的 爛攤子 因為 我們也厲害到什麼程度 你給我一個爛攤子 我要從那裡花錢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乾脆就 用這種方式 可能會比較 氣環也比較好 但是要好好活著 比較實際 對 對 因為 因為 其實像老一輩的 小孩子都為了生活 都不太在乎 這種東西 不太在乎 因為我發現 我都是這樣 很多老一輩的 看到了 他說我這一輩子 也沒什麼好那個 我現在 我只能為台灣的子孫 我們想的是這個而已 我的孩子 能夠過一個正常的 正常的 這個 地位的一個台灣 我想這是我們的責任 可能我 我比較運氣一點 比你們年輕一點 哈哈哈哈 有時候好好的 有時候年期間在 其實我常常 跟我的朋友講 我們這種年紀 50歲到60歲 這個期間的人 最容易死掉 死亡率最高 真的 死亡率最高 所以我常常 跟我的同學講說 我們要好好活著 要不然健康好 酒少喝 少去這個酒店 要不然會短命 所以 所以我們就期盼不了 那個 那個地位正常 台灣地位正常的話 後的這個好處 好 好 來 我們先認識這個 一般命令第一號 來 來注意看這個B 經由美國總統杜魯門 1915年8月17日 天皇的停戰協議是在8月15日 兩天後 杜魯門就下命令 命令最高統帥 麥克阿瑟 所以 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的 最高 最高的這個 這個總司令是誰 岩帥是誰 岩帥是誰 不是 他是授權的 他是被授權的 所以杜魯門不爽 可以把他解職 有沒有 賣大阿瑟就是因為幫蔣介石幫抬頭了 惹惱了杜魯門 結果賣大阿瑟就被授權杜魯門這樣 簡直 對 你看那個馬提斯瘋狗 有沒有 很優秀很強勢對不對 川普說 你快 你走了 你被我授權 你被我授權掉 所以誰才是最有權利 美國 川普 對 就是美國總統 美國軍事政府的老大就是美國總統 其他的那些國防部長 什麼軍令部長啊 什麼都是被授權 被授權 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概念 好 那個 日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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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帝國大本營 對日發布軍事命令 有沒有 回來 有沒有 在南邊 在那些 中南半島的這一群日本軍 全部抽來 有沒有 他們是針對這個 軍事占領的目的是 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的最重要的意義在這裡 解除日本的武裝 實行正式的投降 有沒有 要求各地司令官 立即聯繫各地的同盟國成員 同盟國成員 司令官或其他代表 所謂蔣介石是誰的司令 是 麥克阿瑟的司令 是他 蔣介石接受了麥克阿瑟的命令 這個就是一般命令 所謂蔣介石 很清楚 這個地位 所以後面的那個 騙阿瑟的那些人 都沒話說 對不對 看回這個真實的意思 你的權力到什麼程度 你自己要很清楚 所以 這些台面上的人 這些媒體 這些化妝師 都告訴這些政客說 我告訴你們 你們到什麼程度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結果為什麼他們又放行給那個 彭文正 因為 他好像很像 結果他給你故意 搞一個 搞小 搞偏門 所以 蔣華民國 蔡英文這樣 這樣也好 反正繼續混亂台灣 符合魔國政策的概念 所以繼續魔國 所以台灣人就是繼續灑 我們有關心 慢慢我們讓這些台灣人灑回來 灑灑的就回來 這樣 有沒有 這是日本列島第一次被外國人完全戰 有沒有 這個 大家看得懂這句話嗎 195204月18日 舊金山條約 生效 後 日本列島第一次被外國人完全戰 台灣就是 台灣就是 那 北方四島比較麻煩 北方四島是全部被趕到北海道去的 然後那個 那個俄羅斯的軍隊全部 因為那個俄羅斯想要 怎麼樣 侵占 美國人不同意 所以現在俄羅斯 倒霉了這一次 我看這一次川普是一次 兩個俄羅斯跟中國一起打 兩個同時處理 為什麼 這一次美國 宣布結束中程導彈的那個條例 我們不遵守 後來俄羅斯說 也不妨多了 我也不想遵守 我說你們兩個國家講好就好 還是遵守什麼 對不對 那其實重點是 要限制中國在戶能 如果你要生產那些什麼導彈 也沒關係我們一起玩 要不然一起打太空也沒關係 看誰的錢比較多 俄羅蘇聯時期就是因為 玩這個軍備競賽 所以被美國搞垮了 那些美國這幾年 從普丁一上來 從歐巴馬就開始整俄羅斯的經濟 俄羅斯整得很慘 沒錢去跟中國借錢 現在兩個難中難地 沒辦法 既是兄弟也是敵人 為什麼 土地最會搶的是什麼 兄弟 對 對不對 有沒有 王永慶 從來 他應該也知道了 他 他死後 他的兒子為了什麼 財產的事情 兄弟也 親兄弟 所以呢 兄弟也會為了什麼 來打起來 而且兄弟打起來 比平常人還嚴重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接下來我就好玩了 中國跟俄羅斯 這一次跟美國 美國 這個川普就一直玩 他們永遠都猜不到 川普在玩什麼 川普說 不錯喔很好喔 那個股市上漲之後 他就開始漲 然後呢 在推特就開始講不行的話 漲了嘛 股票漲了 所以現在真正 真正影響股市的是誰 是川普 不是那個 那兩行的那些人 因為 每一個都是政治動作 現在美國的股市 全球的股市 全部都掌握在 川普的手上 也就是川普 這個一打噴嚏 全部 股災整個會 擋下來 大家也都不用玩了 對不對 所以 今天 現在 後來發現 原來老大 才是川普 真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照片 我看到那個 劉什麼 那個中國的代表 那個劉鶴 劉鶴 劉鶴 我說在總統面前 喔 一天五百萬噸 你怎麼說怎麼好 只能比不能說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情形恐怕 我不是樂觀的 可是美國那邊的 內地的人 美國人是這樣 美國人很不喜歡看到 太強勢的總統 這個川普偏偏是那個強勢總統 那 就 民主黨就有機會了 這種強勢總統 不要 不符合我們的 美國價值 這是 美國人實在是 我看不懂 有沒有 實際上均由美國主導 佔領當局 在這段時間內 對日本實施許多的變革 政治中的改造 制定新宣法 自由民主 治等國家 這個就是美國 在台灣也好 在日本也好 所以我們在想 為什麼中華民國 搞選舉 可以搞選舉 我們一直不解對不對 那問題是 這就是 那個 主要佔領全國 要求他這樣 你能怎麼辦 所以這個民主選舉 他們說這個是有民主選舉 所以每個總統都講 稱讚台灣的自由民主選舉 其實台灣的民主選舉 只僅此在選舉 並沒有到司法跟 那個立法 立法跟司法是有限制的 只有唯一的就是選舉而已 也就是說你們可以選擇 選擇你們的領導人 可以 但是呢 司法的部分 還是在軍事戰裡面 狀況 那還有立法的也是一樣 那個公投再怎麼修 都是鳥籠 之前的鳥籠公投對不對 後來現在的蔡英文修的是 鴿子龍比較大一點 那現在其樂島又開始被動 公投 不知道那個鴿子龍 不知道它變成什麼 動物園的龍子也不錯 我在想美國人應該不會肯 沒有一個 只要是蔡英文 像蔡英文這種 大概都不敢去得罪 要不然去得罪美國 要不然那個什麼 墨劍一定會再來逃嗎 蔡英文最怕見到墨劍 這個處長 立英傑是處長而已 所以 她是一個民間的一個 她最怕的是這個 墨劍 墨劍是在台協會的主席 理事主席 是直接要對美國國會負責 所以那一次做 那個鴿子龍公投的時候 墨劍就來了 墨劍就來了 直接找蔡英文 你現在是怎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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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改當 然後就 那個墨劍就這樣 不放心 跑到立法院 看到客家 客家一看老大來 這樣就好 就變成鴿子龍公投 所以基本上 墨劍來 是 中華民國最不受歡迎的人 你來一定不是什麼勇 絕對不會有什麼好事 絕對不會有什麼好事 反正你來了之後 一定是有總統的 旨意 國會那邊 那個因為 他受命於那個 國務院 所以現在 美國的國會說 不要在國務院裡 直接國防部了 所以出現了這種聲音 國防部就 就正常了 對不對 那什麼 但是美國應該不會這樣子 還是一樣 讓你這樣子 但是因為美國 厲害的這一點 我給你蒙古 我的目的是什麼 賺錢 這世界就是這樣 越矛盾 吵得越兇 我的武器賣得越好 然後你的石油 你們盡量賣 你們賣的石油的錢 我回收 這就是美國 美國的那一招 所以沒辦法 我們下次跟美國保證說 你要的我們通通給給你 我們不會輸給 因為我們沒有commission 中華美國的 你看那個軍售 他是透過AIT的系統 你知道那個裡面 有多少commission 對不對 一架飛機 假設人家賣4千萬 像F-16 4千萬美金 到了台灣 就要變成8千萬 要不然就是7千萬 剩下的那個錢到哪裡去了 就罵美國 是美國 賣我們二手的 賣那麼貴 事實上不是 都美國在承擔這個後果 真正錢要到哪裡 中華民國的權貴那裡 所以這個裡面很多必頓 不能查 像是那個Peyuma號也是一樣 裡面 泰魯殼的價錢 出的或是Peyuma 你們知道Peyuma 跟泰魯殼的差別在哪裡 當初要的是泰魯殼號 泰魯殼號 因為我 我已經坐了五年的火車這樣子 每個禮拜這樣上來 我很清楚 我從那個自強到 到Peyuma號 我很清楚 排列的問題 泰魯殼號正是有比較 比那個Peyuma號 而且泰魯殼也比較快 為什麼 泰魯殼號可以達到180公里 當初要買泰魯殼號要增加 他說這個不錯很好 結果 結果有一個 浦庸馬的那個社長 突然間就找買英雄 用泰魯殼號的 比如說泰魯殼是一級的 浦庸馬是二級的 你們知道他是拿泰魯殼的錢 去買二級的火車 才會出這個大問題 為什麼他們講說 什麼PT 什麼T那個有沒有 對 其實 其實那個部分 浦庸馬根本就沒有那個設備 這個泰魯殼有啊 那因為你浦庸馬 根本不需要達到那個速度 他就可以控制 可是他硬要跟泰魯殼的速度一樣快 所以其實在從開始 浦庸馬就從來沒有比泰魯殼快 我就講六小時來講就好 浦庸馬最快三個小時十五分鐘 從伊犁到台北 泰魯殼是兩個小時五十分鐘 快了多少 二十五分鐘 你看二十五分鐘 多遠的距離 而且到現在 泰魯殼都是維持在兩個小時五十分鐘 為什麼 因為他才是那個急劇的火車 結果馬英九進了怎麼樣 那你想啊 我們不要講說他拿了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證據 我們不能這樣 可是為這個改變 讓我們想了很多 為什麼一級車用二 一級車的價錢用二級車的車來出貨 浦庸馬如果你是二級的車 要比泰魯殼有個號來 誰要買 誰會去買 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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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要買 因為是笨蛋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有笨蛋 去買呢 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 黃國昌這個立法院很認真 有抓到這個點 但是抓不進去 嚇壞 為什麼 他直接跟你講說 已經涉及國安 就是那種 即是佔領的權力 有極限 你再弄我就把你怎麼樣 所以不敢辦 不會有人 不會有立法院敢辦 就等到為止 然後就這樣 好了 不能再辦了 那個親戶案也是這樣 照封金戶的案子也是一樣 這個牽扯到難看的事情 就把公署掉 所以這些法官只能聽話 要換了法官 到現在我們司法院 司法院是可以隔職法官的 所以你說你不會 你裡面政治辦案 騙死 都是騙人 不正常的台灣才會這樣 來 主要佔領全國 依據條約正確形式 來 我首先 我們必須要知道 誰是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 好 第二條 這個部分 日本承認前述 第二條 第三條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 日本國民財產 處分的有效性 來 特別強調這個 我們要看個短短的幾句話 一句話 這一段文 沒有一個字是浪費 一個字都很重要 好 我剛剛有強調 美國承認 委滅內拉的那個綁電派總統 所以呢 政權是靠什麼 承認 中華民國的政權也是靠什麼 靠承認 誰承認 美國政府承認 好 日本承認 第二條 第三條 美國軍事政府 好 這個就是 這個陶淵地方法院的法官 知道 裝作不知道 美國軍事政府存在嗎 在這裡 清清楚楚的 有沒有 第二條是什麼 第二條是指台灣 有沒有 台灣澎湖 沒有 不是 沒有金門馬祖 是台灣澎湖 這裡弄得清楚了 那個 陶淵地方法院的法官 在睁眼說笑話 是 他們就是在睁眼說笑話 不敢說這話 他們也不能講這個話 講了 他什麼都不是 存在 他也不能講到他存在 那你不是白問了嗎 你明知道他存在 你還問幹什麼 你要從誰的口中有嗎 他只是用透過他們的手法 你在嗎 你有什麼證據 我說 證據就在這裡 對不對 政治就在這裡 因為證據拿出來 你們就難堪了 請問一下導演 桃園地方法院的法官 桃園地方法院 是哪個桃園地方法院 是哪個國家的地方法院 他的授權從哪裡來 我們是可以回頭之地 你的授權從哪裡來 對不對 反過來 你的授權哪裡來 你告訴我 你質疑我 我說我已經答案給你 美國軍事政府 你敢講你的授權 當然也是美國軍事政府 你敢不敢講 一樣啊 中華民國也是授權 你這個軍事政府啊 你們講那麼多話幹什麼 對不對 你敢講沒有嗎 你中華民國政府敢講說 美國軍事政府不在台灣嗎 他不敢講 因為你的權利欄也從這裡來的啊 要不我問你的權利欄也哪裡來的 對不對 好 重點來了 日本承認 美國軍事政府 這個裡面有一個佔領 佔領的概念 什麼樣的佔領的概念 美國軍事政府 他就是一個暫時的 天皇講過了70年 節點到了 所以呢 有些權利要盡情什麼 移動 意思在這裡 所以呢 這個權利 日本承認的是要移轉到哪裡 來這邊就答案 日本承認要把美國軍事政府 原有的這個管轄權利 要移轉到哪裡 轉到這裡 日本承認 全台灣有三萬八千個 申請過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只有這三萬八千個 符合日本承認的身份 有沒有 有沒有 雖然他對我們的財產 處分的有效性 可是最後 我們是被 你有效 所以繼承的對象也是這個 因為 因為 條約裡面說 你們可以對日本國民的財產 處分有效性 那我們是日本國民 美國在這個地方給我們課稅 什麼什麼 一堆有的沒有的 OK 我們也沒話講 可是最後日本承認的也是日本國民 所以 所以 這個 中式要結束 這個階段是一定要結束 聽話說已經要結束 將要結束 將要結束 接下來去做交接的動作 他可能這個交接動作可能會 一二十年 三四年都有可能 好 之後呢 這個權力就會跑到日本國民身上 日本國民 就非常清楚答案 很明確 看得懂嗎 所以 我們那個身份證不要讓丟 秘書長有交代 不要讓賣 五百塊 賤賣不要 以後要認證 你有這個身份證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繼承 繼承的概念 就好像王永慶的小孩 王文陽 那些人都可以很正常的 正大光明的說 我們可以繼承王永慶的所有財產 可是有一天 王永慶的那個 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師生的小孩出來了 假設了 他也是我的爸爸 去驗喜 發現是 好意思 就怎麼樣 就有繼承的權力對不對 對沒有錯 所以 在台灣目前 擁有台灣民政府 身份證的人 就三萬八千萬 這個是唯一合法 有效的身份證明 否則的話 請問一下 這個權力要轉到 外國人身上嗎 不可能 這個權力 這個牽扯到繼承問題嘛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有疑義 或者是有十億要繼承 你要不要 三更半夜 要不要過來搶 要不要 有那個權力的話 對不對 所以人家到最後 如果說我們取得了這個財產 的繼承權 那些 原本有這個資格的人 可不可以 有一天他就說 我也是耶 我為什麼沒有 是你自己放棄的 台灣民政府 政府一天到晚 在大街小巷 我們政府趕快 申請身份證 是你自己放棄 不要的 對不對 那你就不要怪別人 是不是 自己做的決定 自己承擔 自己承擔 不要怪別人 要趕快就申請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因為這個是被認證的一個證件 是已經被確定的一個證件 你總不能講說 哪那個悠遊卡 跑去美國的關島海關那邊 有用嗎 這能使用可以嗎 不是說卡都可以啦 重點是這個卡的晶片 人家也能不能讀 要不然你悠遊卡 你去銀行讀看看 他理你嗎 不理你 那為什麼我們的卡 進去晶片 銀行也可以收 你的身份都在裡面 OK 沒問題 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人家講說 真的假的 我要講 承認的時候 你就知道答案 對不對 等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 或美國承認 或日本承認 日本承認 美國承認 你們就知道 我們這個是好用 還是不好用 所以這個 我們真的要珍惜這個身份 然後這個身份 所以像我的立場很簡單 我也沒什麼好承認的 我只承認日本帝國 是我唯一的祖國而已 因為我已經找不到第二個 可以承認的對象 沒有啦 就是沒有啦 因為我 日本帝國以前我沒有國家 沒有政府 但是我們保留了這個原住民的這個 那個文化跟習俗 但是語言這些 我留下來 但是我們從來就沒有成立國 這個國際承認的國家 唯一承認的就是 唯一的國家 唯一的祖國 就是日本帝國 沒有別的帝國 沒有別的帝國 好 被 領土被占領的人民 依據國際公益 善待被占領的人 所以這個部分 是我們可以要求中華民國的 就是說 你們 對占領著台灣 我們的基本人權要 基本人權 有些違反國際法的事情 你們不能做 要不然 觸犯的國 觸犯者要被嚴重的刑罰 二十年起跳 然後日內瓦公約被侵賴是要嚴重的刑罰 所以 從 陳水扁 馬英九 拆股 開始 就一直 一直拆軍 拆軍 來 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 佔領國一 採取一切 必要不做 以便利兒童便利前部母登記 也就是他給我改姓氏 就不對了 第二個 改變國籍 但該國絕不得改變 各 改變敵義等 是個人敵義 我們被改變了 他也違反了 第二個 第三個 一目的使其參加歷史該國 這各種就是參與政黨 所以這個部分要算 到時候一定 有機會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算回來 好 再來 不能征兵也不能募兵 占領國不得強迫被保護人 在其武裝或輔助的部隊 有參加軍事行動是義務工作 在任何情況下 真不得變為動員工人 參加軍事或辦軍事性組織 所以 中華民國說他們要征兵 不能在台灣征兵 你要征你就征你 中國人沒關係 你 連募兵也不行 連募兵也不行 那現在中華民國的軍隊 到底存在不存在 它是一個帶潛節的問題 中華民國可以有軍隊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就是說 如果中華民國不能有問題 那這個軍隊是誰的軍隊 所以有人說 這個是美國的僱傭兵 僱傭兵 其實我覺得這些軍隊 不是打撞用的軍隊 是做什麼用的 是保全 因為我們很多美國的武器有沒有 美國說表面上透過軍購 來取得利益嘛對不對 事實上它是我們的保護費 它不敢拿F35賣服 是因為我們拿到台灣 明天就到中國 所以不行 所以拿F16給你們看沒有關係 F16也輸給蘇凱27 所以基本上 你有F16 你也沒什麼興趣 因為它已經從蘇凱27 那個法 就是山寨的千十一 千十一版本的那個 還有把蘇凱30 山寨成千十五 千十六這種 所以它的性能已經超越了F16 所以沒有差 所以F16在台灣很多 沒有關係 可是這些F16 可以被F35名打 未來台灣這個F16 不管是美國人飛 還是哪裡的人飛 反正就是盟軍的人飛都可以 因為在暫時台灣的軍隊 是給美國用的 不是給 不給美國要給誰用 對不對 當然是給美國用 怎麼給誰用 中華民國嗎 對不對 中華民國給中國就有意見 你怎麼干涉我們的內政 不會這樣 就會有這個內政 就會有這個內政 後來是美國還有一個企圖 就是說 你中華民國給你存在 然後製造一個像 為內內拉的中國內亂 這也是一個方法 可是現在中國被 這些國民黨都被共產黨化了 我在想 現在反而是民進黨在 在維持中華民國 國民黨好像跟共產黨掛在一起 好 有沒有 異物異走入歷史 其實這個七八年前我就開始注意了 什麼從金石岸 金翠岸 什麼岸 翠到最後剩下 最多 最後要到剩下13萬 我算過2300萬的0.6% 所以他還是太多了 所以這個 今天他們的國防部就說 他說 我們之前是說沒有徵兵 兵不夠 後來現在已經超過了 兵員太足了 他們想幹嘛 因為他知道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沒有辦法下殺到13萬 所以把你這麼貴重的武器 幾千億 需要13萬人去保管 是有必要的 要不然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雞寶那邊那個草水要打 那些人打 美國人哪一個說 還是要漂漂亮亮的 還是要美國人 所以 那邊的人全部都是拿來打草用的 玩禮 玩禮 玩禁 真的現在的軍方都是這樣 偶爾有幾個 可以打仗的有 少部分 真正的都是拿來 都維護的比較多 都維護的比較多 因為像空軍沒辦法 你要去消耗那些油費 所以你就變成一定要 要請任飛行員去幫忙飛 是這樣 是可以飛來飛去 這個已經不難了 民航機也是飛來飛去 所以飛行員 請一個飛行員來幫忙飛 飛來飛去 給他一些任務就好 這目前台灣空軍的用益在這裡 平常 像地勤能源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打草 因為場地太大 請人來打草 所以我們都要輪班 每個人都要輪輪輪 而且人更少 那個可能輪 有三分之二的人 大概都是在維護而已 也不是在搞作戰 好 有沒有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台灣是怎麼樣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的 所有權力名氣請求權 主張的權力 有沒有 All right 台東有沒有 緊張 那個頭寫 我要講的 日本是不能把台灣 不能口口聲稱說 台灣是我的 台灣是我的 不行 所以台灣交易已經是安倍的極限了 天皇講台灣 我慣念台灣已經是極限了 這是在暗示說 台灣跟我們日本 日本帝國的關係 這裡有提到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如果台灣的地位像這樣的話 我們的地位就跟韓國一樣 可是不是 條約並沒有把台灣的地位 變成一個獨立的現狀 沒有 所以就不要想了 台灣沒有獨立的問題 條約已經確定了 條約也不可能 怎麼樣 條約不可能重寫 不可能 唯一可以跑的就是這個而已 我們能夠改變就這個而已 就是 日本放棄這個 因為它是Renunce 取得方法 那個回來的意思 但是這個條件 條件 還要經過協議 協議可以 之後 那顯然這個協議已經過了 要不然天皇不會宣佈 70年的節點 要結束 每天聽到這個我們都知道 來 我最後講這個 講這個 講這個 這個 奇怪我這一張在電視上跑出來 通文字在解釋這個 解釋得還不錯 他說 美國和統治當地的關係 美國總統以終止 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間的政府關係 1979年1月1日 美國承認其為中華民國 這個大家看得懂 台灣統治當局 這個是一個 一個區域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統治當局 統治者 當時美國所承認的統治者 他是一個合法的政府 叫做中華民國政府 他是一個流亡的 是美國所承認的政府 但是呢 可是呢這個承認 中華民國是在1979年1月1日 意思是什麼 事實上他已經 回到美國的手上了 只是說他沿用了這個政治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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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管 那個統治的那個 那個方式 所以中華民國應該照理講 他是一個 可是這個地方 他已經是不存在 事實上他不存在 因為美國已經不存 美國是承認 中華民國是那時候的統治 可是他後來沒有說要承認的 有沒有 你看得懂這一段嗎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承認其為中華民國 這個台灣統治當局 美國承認叫中華民國 是在1979年1月1日以前 這個很清楚很簡單 所以 現在的台灣統治當局 已經不是中華民國 就是這個意思的 以後他沒有說要承認中華民國 以前是 1979年1月1日以後 不是 可是台灣統治當局 所以他不是 不是用 他不是一個 一個 他不是一個什麼 中華民國政府 什麼政府 不是 他就是一個統治 統治的一個 這個土地上面的一個 統治的一個機構 這個叫機構 統治當局 他是一個機構 在美國 在軍事占領 軍事占領的概念裡面 可能會跟大家講一下 軍事占領就是 軍事占領的政府 軍事占領的那個 那個民政治理 不一定是要合法的政府 不一定喔 你可以是什麼 這裡有答案 到哪兒去啊 這裡這裡 有沒有 第15條 選團軍組 美國法律一時 事情況而定 美國其政治分支機構司法程序 你們看得懂這一段喔 美國承認的政治分支機構 包括政治分支機構 機構 你們看得懂這一段嗎 來 1979年1月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統治當局 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 這個治理當局 是包括政治分支機構 這裡有提到有沒有 美國及其政治分支機構的司法程序 程序法 你們看得懂這一段嗎 這個就在講台灣民政府啊 台灣民政府就是 美國承認的政治分支機構 他只是還沒有把權力交給什麼 移轉給這個機構 有沒有 我們就依據台灣關係法 走就是這個啊 有沒有 政治分支機構 所以沒有規定說 這個治理當局一定要是什麼 外國的政府還是已經既有的是沒有 它可以是包括政治分支機構 它我們已經存在了 只是還沒有達到什麼 授權 一樣 所以我們在等的現在就是 授權就是會公開承認 我們承認這個 是我們台灣的 現在的台灣的治理當局 所以一些權力慢慢怎麼樣 移轉 移轉是怎麼樣 無縫接軌 是汙水出青蛙 讓台灣的媽媽們去適應 所以為什麼美國 允許彭文貞教授講這個東西 也在這裡 你可以講99%的真話 但是 純許你說1%的謊話 所以大概他的狀況是這樣 好 最後我講這個 駐沖繩美金改派台灣 全美國駐聯絡大使波頓講的 波頓現在還是 川普最 依重的這個 顧問 他講什麼 重新派美金駐台 OK 不是我們的 這不是 台灣民政府隨便可以說 他要來就來 不是 是美國本來就要來 不是台灣民政府請他們來的 他們本來就要來 好 波頓認為 美國可扣到二台軍售 所以這個 其實是這樣 不要說台灣是這樣 韓國也是這樣 日本也是這樣 韓國 你看美國駐軍 韓國現在不是很好 北韓南韓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 川普要更拉到15% 增加15%的軍費 為什麼 一樣這個是川普老大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軍供我們逃得掉嗎 逃不掉 因為 要解決美國的那個 怎麼樣 生活 好 重新派美金駐台 強化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利益 有沒有 又講到利益 所以今天我們即便這樣 這樣 取得了這個政權 取得了這個授權 我們還是要怎麼樣 從事美國的軍事利益 OK 這個是不會變的 依據美國國會在 在1979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 可以擴大對台灣的互動 不需要恰恨新的防疫協定 及軍事聯盟 所以中華民國騙台灣的人說 我們跟美國是軍事統統 門都沒有 防疫協定沒有 你的 你現在這個軍售本來就是在我允許下 你可以這樣搞 你我就是保全 你沒有戰爭的權利 中華民國沒有戰爭的權利 我要打誰我打誰 沒有 全部都是美國收了算 有沒有 防疫協定也不用 都沒有 都在美國的美軍的範圍內 所以美國軍事政策在台灣 對不對 有沒有 美軍在該區域的大量部署需求量增加 派出美軍在台灣會更大的靈活性 這個我跟他講 這個很久了 這個很久了 從歐巴馬的時期 美軍就已經告訴全世界說 將美國的海軍空軍往西太平洋那邊移法 我回到1979年以前台灣的中美共同華業那個時候 美軍在台灣有20萬 因為為了中美建交所有的這些20萬就從台灣撤出去 那從從台灣撤出去 有一個撤最近的是誰 就是沖繩的那個陸戰隊 2萬4千個 這一批應該會先進來 可能已經進來 他用那個旅行法的方式進來 我們不知道而已 因為旅行法 也就是說 軍人來到台灣已經是合法的 所以沒有什麼那個 只要是接受命令就可以先來 怎麼來 穿便服來也沒關係 沒有規定說一定要什麼 我要穿軍服也沒有關係 那個是他們必須要 如果說穿軍服 他也明顯就穿便服來 所以你看到那個阿包 你不要小看的搞不好 他就是什麼 美國軍人 所以我們 只會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事實存在是因為高層已經講了 存在的事實 高層會暗示 說我們這樣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會暗示 所以這個事情確定是事實 因為美國的這個重要的高層 決策已經講了公開了 有沒有 都已經公開了 美軍在該區的大量部署需求量增加 意思就是說 60%到海軍跟空軍量來到 當然西太平洋會增加 那你如果80萬的海軍 等於有60 50萬的美軍要進入到西太平洋 現在日本已經飽和了 韓國也飽和了 連2萬多個 日本有10幾萬飽和了 剩下台灣還是空的 台灣有好幾個基地可以給美國用 可以給美國用 所以基本上回到 我就我用以前的水準 就是20萬 剛剛好 可以滿足美國的 因為菲律賓不可能幹嘛 菲律賓最近制度特地 跟美國處得不好 越南很有限 那那個新加坡也很有趣 因為它地小 然後印尼可能會有一些 那基本上還是會在台灣比較多 因為台灣比中國最近 要防備中國的群力 美軍 美國附加在台灣的可能性是最高 所以20萬應該是基本的 基本的人數 這個也不錯啊 20萬一年的消費 只要10萬塊一個人 你們自己算 在台灣有2000億的消費市場 所以我在想 美軍來的時候 我就做那個Pub就好 賺還會 消費市場 理由也會賺錢 要不然他們去哪裡玩 好 今天上課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那謝謝各位 祝大家新年開的 謝謝